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自己做盐水机一点都不难 而且可以不用在厨房待太久的时间 然后同时蛋白质 纤维 蔬菜 你都有吃到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 这次我设计的盐水机是用盐曲来做 相对健康 然后味道也不用那么重 可以自己调 我用了油炸豆腐 生豆包 丝木鱼丸 然后还有水莲跟黑木耳 还有菇类 然后还有我们合作社的米雪 这是我在花椰菜很多的时候 我做的冷冻花椰菜 然后还有辣椒也可以冷冻保存 其实现在大家学习如何 延长保存食物 蔬菜 食材 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这是当季的玉米笋跟角白笋 现在有的你都可以放进来 盐水机就是除了鸡肉之外 就是有很多的蔬菜 这边我用了葱跟姜 然后跟八角 先把它煮滚 然后我倒一点米酒 其实不用倒米酒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鸡肉事实上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煮滚之后我把鸡翅跟鸡胸肉一起放进来 鸡胸肉切丁啊 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们在平常的料理 如果小朋友他比较习惯吃没有骨头的嘛 还可以把它剥成丝啊 或者是把它剥小块一点 鸡胸跟鸡翅啊 放进去之后再把它煮滚 煮滚之后我就盖上盖子 然后让它焖 鸡胸肉那它比较小块 比较好熟 所以我让它焖5分钟 5分钟之后鸡胸肉先拿出来 然后这时候我就再开火 让它再慢慢滚 因为鸡翅的时间要拉长 鸡胸肉跟鸡翅啊 拿出来之后都把它浸泡在冰水里面 去冰镇它 然后这是让大家看 我就是让它煮滚之后 我再盖上盖子 然后就鸡翅啊 焖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记得鸡胸肉5分钟 鸡翅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这边看到我用的是盐曲 我用了一大汤匙 还有生洋葱 如果不喜欢吃生洋葱 你也可以不用放 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蔬菜类啊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 你们家里喜欢吃什么 我用了油炸豆腐 把它切成小块 还有生豆包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生豆包 你可以拿来炒啊 也可以拿来煮汤啊 都非常好用 这是我们的米雪 米雪我也很喜欢 我不太吃外面的米雪 然后合作式的米雪我会吃 它如果拿来煮火锅 或者是你煮汤的时候放米雪 其实它不容易煮 煮得很糜烂 所以它就是 它还会保有它的口感 我觉得这一点蛮厉害 然后这是我的朋友是馆长 他从他们家乡带回来的高丽菜 这边看到还有菇类啊 黑木耳 然后还有现在有的角白笋 玉米笋 所有当季蔬菜都放进来 还有小黄瓜 小黄瓜我就没有跟着一起烫哦 还有水莲 其实水莲在很多时候 它都是可以替代缺菜期的时候很好用的蔬菜 因为它没有受到气候的影响 刚才烫完的鸡肉啊 这一锅汤 我就继续拿来烫蔬菜 这边看到我还做了一个调味 我用刚才烫完鸡肉的鸡汤汁啊 然后再加上切碎的葱 还有蒜头 还有辣椒 然后我再倒一点点醋 去调那个味道 然后把它淋在我们做好的盐水机上面 基本上调味就只有这样子 然后主要是用盐曲来让它有咸味 我希望教大家的料理是调味用的越少越单纯 然后越能吃到食材原来的味道 这才是我们在家里要自己动手做的最大的原因 跟我们最大的收获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